不要急于求成 你可以把孩子看电视 先陪着他看 把节目减少一点 慢慢的时间减短 慢慢的慢慢的呢 再去影响他 功课忙啊 很多电视不能看 一步一步解下来 所以要道法自然 不要我们急于求成啊 反而就坏了事情 很多事情反而就办不成了 这个就是在我们引导孩子过程中 在大方广文化公益网啊 有一篇文章叫做 电视带大的孩子 讲了电视对孩子的危害 我们各位老师在学校里边 落实德行教育课的时候 也可以介绍给家长 去参考这篇文章 那个让家长认识到 电视对孩子的影响 那再来呢 这个孩子过失的原因啊 确实还是我们疏忽 以生作者的态度 家长疏忽以生作者的态度 成人疏忽以生作者的态度 中国有一句谚语讲 教儿教女啊 先教己 所以我早上讲到那位老师拿到地址归这本书啊 他觉得我找到了教育孩子的法宝 结果有没有教好 都没有 最后还是他自己沉下心来 觉得我还是自己啊 好好先学 好好先看 才把班级的风气扭转过来 一旦把班级的风气扭转过来啊 我们接触太多这样的班啊 现在有很多学校都在落实 我们在深圳 在海口啊 都特别都小学 都在教弟子归 而特别是老师很认真在带的那个班级啊 班风度不一样 有一位老师 他带的那个班级 原来都是全年级啊 成绩最差的 他 大家都是组班组的一起 他去带的 他以后啊 教弟子归 并且结合德育故事 德育故事 这个德育故事呢 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八德 孝涕宗姓 礼仪廉耻 八德来编成的 把它编成了七百多个故事 选自于二十五史 全部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例 二十五史里边选出来的 历史上有德行的人演给我们看的 那我们都会结合德育故事啊 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听 孩子听到这些故事正气凛然啊 因为那个是人演出来的真实故事 所以这个德育故事呢 各位老师可以在大方广文化公益网上找到 我们这个网站是个公益网站 我们那个所有的内容都没有版权 全部都可以下载 也可以啊 自己下载也可以连接 全部都是没有版权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个资料 那位老师啊 教弟子规 就是结合德育故事 每天利用时间呢 给孩子讲一到两个德育故事 他讲了 他讲了德育故事以后 把圣贤的人呢 请到了课堂 帮助他教孩子 所以孩子听了德育故事啊 都是非常的感触 他说他们家 他们学校 他班上的这个清洁工具啊 每个学期都有多出来 不但卫生打扫的好啊 而且工具都有多出来 因为大家都非常爱惜 扫把托把 到学期末都是最新的 而卫生又是最好的 结果孩子这么德行一上来啊 学习成绩步步攀升 所以这位老师啊 在海口 他在海口一个很有名的学校里别教 他被评为海口寺优秀教师 就是因为教弟子规教的 他自己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他说德行好的孩子 品德好的孩子 学习成绩一定好 所以他学习成绩 都随着他的品行的提升啊 步步往上走 而我们在 我在广西柳州讲课的时候 当时教育局局长 柳州的教育局给我介绍了一位老师 这位老师是他们当地的一位小学老师 小学老师呢 当年2005年的时候 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 这位全国优秀班主任啊 他说他教了三年弟子规 他当初孩子四年级的时候 他接班的 我去讲课的时候 他的班上六年级 接班的时候 他说一开始呢 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他这个时候看到了 弟子规这本书 这位老师啊 没有去找他的校长 说一定要教弟子规 他只是觉得呢 不可以再另外 而业余的加重孩子负担 所以他利用科语呢 利用他的语文课的时间呢 每天剩五分钟 十分钟啊 那孩子读弟子规 讲解一下 得于故事 后来他自己 因为那个学校啊 我当时去柳州的时候 看到他们学校的 应届设施都很差 那个操场很简单 课室教师啊 也没有电话教育 没有这个电脑啊 这些设施 他自己花钱去买了VCD机 拿到他的班上 他没有跟学校提出任何要求 买了VCD机 给孩子看这个读弟子规 听弟子规 听德语故事 后来经过了一个学期的教学啊 他班上的学生慢慢地开始改变了 他要同时跟每一个家长去沟通 一条一条呢 把弟子规落实下去 孩子开始改变了 学校啊 同年级的老师啊 来问他 你是怎么带的 你在到底每天在干什么 教他们什么 为什么你们班的同学这么有理 这么谦让 这么节约 都不浪费 为什么你们班的孩子这么安静 而不喧闹 他后来就跟他同年级的老师讲啊 我是用弟子规教的 他说他教了弟子规一段时间以后啊 孩子作业本啊 都很整洁啊 都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弟子规讲啊 虽有吉啊 列典吉有定处 虽有吉啊 眷数旗 虽然你很着急的走啊 也一样把自己的书啊 要放平了 放整齐了 我才走 每一条都深入孩子的心啊 他这些行为习惯慢慢的养成啊 后来呢 他的学校就开始推广弟子规了 因为他班上的影响 做出了榜样 这位老师讲 他说 他的学生的作业本啊 他都是两个手啊 亲手递给学生的 他没有让班长去发 也没有啊 让他们传下去 他说因为我要跟孩子之间建立信任 一个老师跟学生之间建立信任的态度啊 重要不重要 老师教导孩子 实际上就是在劝诫孩子 劝诫孩子做好人啊 劝诫孩子啊 好好学习 我们对别人的劝诫 别人能不能听进去啊 那取决于我们跟别人之间的信任程度 取决于信任程度啊 如果别人对我们没有信任啊 我们跟他劝诫 那他听不进去的 所以要劝别人首先要建立信任 那个老师就跟孩子多沟通 建立跟孩子之间的信任 那跟孩子的信任怎么建立啊 人跟人之间怎么建立信任 我们看看有些人很热情啊 很热情 每天要帮别人啊 结果别人被他帮得烦死了 5 5 5 4 5 6 5 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